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 这个女孩大家认识吗? 没错,她就是在YouTube有一千多万粉丝的李子柒 今天我们就跟着李子柒来学汉语 大家如果想跟我学汉语的话 欢迎成为我们网站的订阅会员 我们网站有超过一千个视频 以及对应的PDF和音频文件 今天这个视频的PDF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 只有会员才可以下载哦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能跟李子柒学到哪些力道的表达 通常很多人见到我问的第一句话可能说 好,通常在这里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normal circumstances 它一般放在句子的开头或者主语的后面 什么是主语呢? 主语就是whatever initiates an action for example 我吃饭 我 is the subject 主语 爸爸看电视 爸爸 is the subject 主语 明白了吗? 通常一般放在句子的开头或者主语的后面 比如 通常我每周三去健身 我通常每周三去健身 通常我不会开车去上班 我通常不会开车去上班 通常人们会问李子柒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哎,子柒你怎么那么厉害 怎么什么都会 厉害 这个词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一个十分准确的翻译 大概意思就是 awesome, powerful 厉害 在生活中非常常用 我们一般会用厉害来称赞那些我们觉得非常酷 非常棒的人或者事情 比如 听说你会说五种语言 你太厉害了 李子柒真厉害 他有一千多万粉丝 那个孩子好厉害 14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 怎么什么都会 注意 在这里 什么的意思不是what 什么在这里指的是everything 这是一个HSK三级的语法 我在HSK三级的课程里曾经讲过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n Chinese interactive pronouns such as 谁,什么,怎么,哪,什么时候 nor There is usually a 都 after the interactive pronoun interactive pronoun plus 都 indicates every interactive pronoun plus 都 plus 부 or没 indicates none 例如,我哪都不想去,谁都不喜欢他,小明什么水果都喜欢吃, 我们怎么去公园都行,我们怎么去公园都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都不晚,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都不晚, 这个课程的价格是119美元,但是现在你只需要花15美元,就可以学习我们网站上包括这个课程在内的所有课程, 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网站的会员,可以点击描述栏里的链接去订阅,好,现在我们继续, 这又是刚才那个语法点,无非就是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养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好,无非意思就是no more than,我们一般会说,无非就是blablabla,无非是blablabla, 这两种结构都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比较轻,比较小,比如, 没关系,无非就是让妈妈骂几句,请假无非是扣工资,但是不请假, 我可能就见不到爷爷最后一面了,这句话里,李子柒其实犯了一个小错误, 她说,养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养成生活方式是不对的,我们一般说,养成生活习惯, 形成生活方式,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 她在演讲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所以不小心说错了, 其实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也会犯错误,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害怕犯错误,一定要大胆地说,这样你的汉语水平才能提高, 好,现在我们继续看下一句, 嗯,我呢,是从五六岁的时候开始跟我的爷爷奶奶生活, 这里有一个很自然的停顿,我呢,那是口语中表示停顿的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语气词, 我的爷爷爷是一个普通地道的乡下人,会干活,呃,干农活,会,呃,他还做个乡厨,呃,还会编竹货,然后还会做一些木工活, 活是口语中很常用的一个词,活指的就是事情,工作,干也是生活中很常用的一个词, 干的意思就是做,to do,所以干活就是做事情,做工作, 农活是farm work,木工活就是carpentry work,活是一个耳化音,对于很多学汉语的人来说,耳化音非常难,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先说,活, 活,活,活,然后慢慢地把你的舌头卷起来,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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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我们来看下一句。 我从一开始像一个小破孩一样,皮疗皮疗地跟着他前后围着他转, 啊,啊,啊,跟皮虫,对,然后再到后来慢慢地能够帮他打一些下手。 小破孩儿也叫小屁孩儿,这两个词都有一点点轻视的意思。 口语中,大人们经常用小破孩儿或小屁孩儿来形容孩子年龄小,不懂事。 比如,大人们经常说,你个小屁孩儿,你懂什么? 好,我们看下一个词,跟屁虫。 跟屁虫就是指那些老是跟在别人后面的人。 比如,奶奶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像个跟屁虫一样。 她根本没把你当朋友,你能不能不要再当她的跟屁虫了。 李子柒还说了一个口语中很常用的词,打下手。 打下手的意思就是给别人帮忙,做助手。 比如,妈妈正在做饭,我过去给她打下手。 你别看电视了,过来帮我打下手。 我不会做蛋糕,但是我可以帮你打下手。 李子柒小的时候是她爷爷的跟屁虫, 所以她爷爷做事情的时候,她也跟着爷爷, 给爷爷帮忙,也就是给爷爷打下手。 久而久之的意思就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久而久之后面接的一般都是结果。 比如,她从十岁开始,每天学两个小时汉语。 久而久之,她的汉语已经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了。 如果你每天都存五块钱, 久而久之,你就能存下一大笔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 如果你想跟我学汉语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频道,等等Stylery。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那就请点赞,关注,评论。 如果喜欢的人很多的话, 那我就会考虑再做一期这样的视频。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